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油 加油 哇 哇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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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表演 是由美国著名 或者是Kevin James 发明的《漂浮玫瑰》 后来被大卫·科普菲尔 玩到了世界纹别 他们的体态都好漂亮 《漂浮玫瑰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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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真的好灰呀 信手拈来 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效果 丝巾泉 就是丝巾像泉水一样的绽放开来 这真是独一无二了 好让人羡慕 丝巾鞋 丝巾鞋鞋鞋 这是满分男友 就变成公主了 哇 哇 好 全是玫瑰 太浪漫了 浪漫到犯规 太浪漫了 再好的魔術 都需要有好的故事 那个故事越走心 那个魔术的合理性 才会越强 而大家在心里面 越认同这个魔术的合理性 那个魔术的梦幻感 才会加剧 It's based on the story from Mute and the Beast That's amazing because he presented with meanings I think that we witness almost real magic when he performs so I was very proud of him today